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12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11月11日晚 国足在阿联酋沙家体育场,迎来了12强赛征程的第5个对手阿曼队 本场比赛中国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并创造出了不少得分良机 上半场吴磊在一次角球混战中,抢射得手帮助国足首开记录 然而国足的小伙子们没有能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 下半场阿曼队同样通过一次角球翻评比分 最终国足1比1汉平对手,仍然排在小组第5位 尽管出现形势不容乐观,但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要停止战斗,中国队加油 昨天CBA第12轮一场焦点大战,在辽宁队与北控队之间展开,首节一开场 夫哥面对救主,就拿出了反歌一击的架势 他连续并用三分帮助辽宁队,迅速建立起两位数的领先优势 在后面的比赛中,夫哥也一直保持良好状态,外线手感火热 本场砍下31分堪称竞验 尽管莫杰北控奋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但最终辽宁队仍然以97比86,击败北控斩获8连胜 北京时间11月11日,英超球队阿斯顿维拉宣布,前利物府传奇球星吉拉德成为球队新任主帅 这位在利物府效力17年之久的传奇中场,先是在红军的轻讯系统,积累了执教经验 而后于2018年起,出任格拉斯哥流浪者队主教练 上赛基带队以一场不败的战绩,帮助球队赢得10年来第一个速超冠军 然而维拉目前的状况可谓糟糕,他们上周遭遇英超五连败 11轮过后只比降级区高出2分,杰拉德面临的挑战可谓相当严峻 北京时间11月11日,巴西球星内玛尔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条状态 原来是他的游戏平台账号被锁,着急打游戏的内玛尔直接在线求助 字里行间更是体现着网瘾少年的阔切之情 而这也并不是内玛尔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了 在2019年,内玛尔就曾因为游戏账号被锁,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求助 在这里,小编还是要劝内玛尔玩游戏要适度,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球场上才是 给大家看热搜,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105岁老人白米赛跑创世界纪录 近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105岁的老富霍金斯,参加了一场白米赛跑 以1分02秒95的成绩,创下105岁以上年龄组女性白米跑的世界纪录 霍金斯从100岁才开始练习短跑 但霍金斯很快就获了100岁以上年龄组女性白米跑世界纪录 网友们也是对这位老奶奶赞叹不已,100多岁还能跑十数厉害 你得先活到105岁,才有资格挑战这个纪录 精彩比赛不错过,每日我先看,在本周的国际组联国家队比赛日中 各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都在火热进行 本周末欧洲区预选赛小组阶段即将来到收官阶段 目前除了德国队和丹麦队,已经锁定各自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正赛 其余诸如英格兰,法国,葡萄牙等,一众豪强都将在本周末迎来最终决战 究竟哪些球队能够直通卡塔尔,又有哪些球队将被迫征战附加赛 或者遗憾告别世界杯,欧陆豪门盛宴,球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体育江湖新鲜事,天天我先说,今天就到这里吧